從來都沒有去想過這一次的諮詢 會是我人生的一個轉折點 丁大老師講過一件很重要的觀念 叫做入髓寄走 化入的地方會去填補化妓的地方 夫妻宮裡面啊 帶了入帶來寄 其實是最好的狀態 夜深人靜的時候就會想說 那我是誰 自我價值這一塊 我覺得我需要去實現 讓我覺得我的人生很空 官入宮 天府還有天葵 工作上面會有人幫忙 這一整個大線的情況 總這麼的好 那有什麼要考慮呢 當然要去做生意 大家好 我們今天邀請的來賓 不例外的一樣就是一位美女 同時把家庭跟小孩 都兼顧得很好的一個 美麗的女企業家 她女子很輕 但非常非常認真的 在台中進行她自己的事業 很特別的是 她是連真破君作命 帶了一顆文昌星 三方私人會了一堆桃花 這個組合啊 基本上就是在古書上面 或者是現在很多的書上面呢 就是一個很糟糕的組合 美女 但是淫亂而放蕩 然後呢 人生 完全就是一個不受控的狀態 貨君家文昌 這聽起來啊 其實書上一查 就是一個不太對的一個組合 尤其在女生身上 也是一般人家都會覺得呢 這是一個不受控制的潘 事實上呢 我們來看她 她卻是一個同時把老公照顧好 然後孩子照顧好 也為自己的家族的事業呢 開啟了一個世界跟一個市場的任 來我們今天來看看 為自己的人生創造出很多可能性 對美女的老闆 哈囉 我的名字是林玉山 然後我來自於台中 我的行號的名稱叫做企願行 是因為我父親的名字有一個企 企發的企 然後我們是在苗栗院裡發跡的 所以就是很簡單就是叫做企願行 我父親姓林 創業初期的時候 遇到很多的夥伴 他們就是會叫她小林小林 所以我們的品牌名稱是小林食品 剛開始的時候 其實真的是白手起家 就只有一個產品 拆封即時那個筍子 超好吃 學會的學生啊 都是那種五香六香這樣在團口 對對對 剛開始就只有這一樣的產品 那我們那時候也沒有網路 所以真的就是必須要這樣子 一步一腳印偏手知足的這樣子 剛開始是爸爸做 跟媽媽做 那我自己本身呢 是在兩到三年前才真正的 踏入到這個食品的產業的領域 從零開始慢慢的學習 他們家的筍絲呢 基本上就是拆開啊 那個每一個筍新鮮紮實 但是他很特別的是啊 他其實是一個一畢業就結婚的人 然後接著就趕快生小孩了 他來找我算命的時候啊 其實有面對到一些人生上的選擇 我大學一畢業之後就結婚嘛 就在當了妻子跟母親的這樣子的角色以外 我覺得我心裡面有一個空缺 是很深的 照顧小孩很忙碌 當妻子很忙碌 常常會在夜深人靜的時候 就會想說那我是誰 自我價值的這一塊我覺得我需要去實現 不然我覺得我的人生很空 當時候來講我先生也的確是希望我 可以把小朋友照顧好 在家當全職媽媽這樣子就好 大概嘗試了幾年之後 我確定我可能真的是沒有辦法 接受這樣子的一個角色 那我那時候有考慮過那我就上班 然後或者是我開個店做個小生意 也就是在這個徬徨時刻看到了老師的部落格 講一個人命盤或者是講一個故事的時候 是非常白話文不會溜口 然後也沒有什麼不太懂的地方 就很生活化展開了諮詢 從來都沒有去想過這一次的諮詢會是我人生的一個轉折點 當他來諮詢的時候我就很快就鼓勵他說 你就不要去上班啊 你當然就是應該要去創業 可是他其實有一些他自己內心放不下跟考慮的點 想了很久他決定要開始回去接手家裡的事業 實際上所謂的接手家裡的事業 那時候家裡的事業其實就是一個賣損失 小小的其實也沒有非常大 他2016年來算命短短的三四年的時間 他們家的商品現在不只是那個損失 還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商品 本來是爸爸媽媽兩個人一起努力了一個小小的生意 現在變成是中南部呢 算是相當相當有規模的盤商 你有提到就是耕田基跟法拉利 你說他們都有各自的作用 但是必須要放在一個適切的位置 他會發生他最大的效用 等人要把自己放在適合自己的地方 對我對這段話的印象很深刻 那也會開始反思 然後我自己思考之後就做了現在的決定 慢慢的接觸家裡面的事業 然後做承接一路到現在 現在老公跟你一起做嘛對不對 對 就我老公兩年兩年前就加入了我們的團隊 我們就一起努力 對啊 在一起的時間也變多 現在就是都一起工作 所以他跟小朋友的 相處時間也變多了 回去接著家裡的失業 那他們家專門就在賣東西 給廟旁邊的攤販 努力試著要去改變那樣的狀況 那這些改變跟努力呢 也讓他的生意呢 在短短的 不過就四年的時間之內 他現在生意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我覺得如果說要說有不一樣的地方的話 應該就是我們的商品的能見度提高了 被越來越多人知道了 對 那我們的品質在顧好的情況之下 那自然而然就會有很多的人是慕名而來的 在台灣就是生產江澤筍著 其實我們大概知道是有哪幾家 其實也蠻普遍的 對 包括我在一座通路的推展的時候 然後大家一看到就說 啊這種事過都看得到啊 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比較少跟那種很大型的食材通路啊 然後或是食品通路做合作 一個不熟悉的地方 我就是Google按了一下就走 然後到那個完全陌生的地方 會害怕 但就不踏出這一步怎麼知道 做到最後啊 因為擴及的點多了 甚至有一些從日本過來的 很知名的拉麵店 循著電話打過來 然後說我們有沒有營業用包裝 因為他們想要用我們的產品 然後慢慢的 我們就一家兩家三家擴及出去 在此同時呢 我們也是有發展了很多的台式醬食 醬菜 台式醬食這種東西 你只要走到對的通路 找到裡面相同的 它雖然普遍 但是它也可以是很有質感的 台式醬菜啊 是出國人必帶 關注我的朋友就知道說我在潛水 你知道嗎 我們只要出海去潛水啊 那個桌上就是要有醬菜 否則怎麼火 誰受不了啊 每天吃那種奇怪的異國食物 我手上就擁有這些資源 那我就覺得我就好好運用它 我們有這樣子一個新的想法 然後也想要走不一樣的路的時候 就不得不提到一家我的父親 我跟我先生在實行的過程當中 他還是會希望我們照著他的模式走 因為在他的經驗法則裡面 在他的認知裡面 他會覺得這樣子是最安全的 我自己本身我會覺得日子在走啊 食品的市場也持續的在改變 嗯哼 那我要 如何將這些東西 觸及到一些新的主曲 扭轉大家對它可能就是很普遍 很一般這樣子 必須要加一些新的元素 或者是 用我們的匠食去開發 周邊商品 但是主軸還是圍繞在於 台式匠食這個部分 跟大家講說 欸 台式匠食它其實就是我們 台灣的飲食文化的一個部分 一個產物 對 它其實是很有文化理石的 現在有做一些手工的菜乾 我們還向南部去拜訪那個 真的是老公公老國婆 嗯哼 我會覺得這個東西的品質很好 而且是台灣的 嗯 打開都還有那個日光的味道 嗯 我覺得很迷人 嗯哼 所以我就願意去做這樣子一個推展 老師那時候也有提醒我 在跟人家互動的時候要 溫和 嗯 且堅定 我就秉持這樣一個態度 在跟我的父親做溝通 他還是沒辦法接受 因為對他來講 這樣子是陌生的 嗯 你就是這樣 以前這樣 對 這樣就好了 然後 他會覺得很陌生 很不安 嗯 很不熟悉 但 我們就是持續的去做 當我們很多人在 希望想要進大通路的時候呢 他反而 一步一腳硬的 慢慢慢慢建構是屬於自己的通路 然後有很好的獲利 嗯 讓供應商賺錢 然後你老公老公媽媽賺錢 自己也賺錢了 他來找我 諮詢的時候呢 就2016年 2016年在哪裡呢 他還是在 還是在這個運命裡面 就還在這個大縣裡面 然後在這大縣裡面 他大縣走蟻 所以呢 當然走蟻呢 我們知道這邊會有大羊 大縣的羊 這邊會有個大縣的陀螺 好 會有大縣的陀螺 同樣這邊會有個大縣的陸純 好 會有個大縣的陸純 好 那 從 從暗和宮來看 好 你會發現啊 這個時候 他在這個大縣的時候呢 他大縣的福德宮 跟他本命的命宮 剛好是重疊的 所以呢 對他來說啊 他內心的靈魂跟精神 會去在乎說 他的生命價值 是不是可以被重視 他的生命價值 是不是 能夠得以發揮 因為他重疊了這兩個宮位 那 這個時候呢 我們來看看 他的生命價值是什麼 因為他本命是 連真破君戴文昌 一般來講 人家為什麼講說 破君跟文昌不適合放在一起 是因為 破君心是一個 一個對自己的人生跟生命 有浪漫想法的人 而文昌心呢 他又是一個 希望什麼事情 自己在做起來的時候 要規規矩矩 要符合大家期待的 所以我們常講說 文昌心是很gade by 心耀嘛 你的規矩 還要符合大家的期待 然後 在乎每個人對你的看法 破君的浪漫 加上他要在乎 別人對他的看法 那 你要不就浪漫 要不你就規矩 兩者都要的時候 往往就變成 人生沒辦法選擇 當然 他就不適合放在一起 這個時候呢 更糟的是什麼 更糟的是啊 你看 他這邊有一隻羊 還有一個陀螺 羊跟陀 重疊放在一起 他就缺一個畫劑 他就養活夾劑了對不對 十年限連針到處會畫劑 那 這邊 會暗和攻 他暗和過來這邊 影響了他之後呢 他當然他自己就會覺得說 我該要這個樣子嗎 然後我會有很多想法 那 有群羊我想要出去拚一下 但是有陀螺 我又會糾結說 我 應不應該要收好我的家庭 老公這麼帥 然後 也不用讓我擔心吃穿 這個公衛是什麼 這個公衛是他的子女公 這個公衛是他大縣的子女公 所以 這個大縣內 因為家庭的觀念 家庭的要求 會去影響著 他自己本身 對生命追求的那個夢想 這樣子 兩相交錯之下呢 才會造成 他那個時候 對自己的人生產生很大的茫然 我到底該怎麼辦 那事實上 他來找我那個諮詢的時候呢 我知道他的原因 可是你回來看看啊 他實際的情況 他大縣的命功在這邊 這是哪裡 這是大縣的彩博功 大縣的彩博功 帶了一顆鹿醇 這麼大一顆在這邊 天象星 對面有連鎮跟破均 天象帶到鹿醇 他只要出去 光靠人際關係 人家看到他就想要買單 就願意跟他做生意 這麼好的條件 再來呢 他對面是無曲跟貪郎 這個是空工 他就可以借過來 所以他整個大縣在五貪格的狀態 而且帶軟系 但是一樣的 人緣很好 舞曲心重要 要帶到桃花心 人緣很好 然後貪囊心又給了舞曲 很多的想法 跟很多的能力跟知識 那再來看看 他的官路工 官路工 天府還有天魁 工作上面會有人幫忙 這一整個大縣的情況 這麼的好 那有什麼要考慮呢 當然要去做生意 可是他內心會有些糾結對不對 這中間還包含了 他老公就是一個很老實的人 覺得 你何必這麼辛苦的 要這樣子去外面拋頭露臉 然後去努力這些東西 然後 還會有一些壓力 你為什麼不能好好帶小孩就好了 為什麼會有這種狀況 我們來看 他的命功在這邊 疊了他誰 疊了他本命的夫妻功 所以他這一整個大縣裡面 是穩穩的跟 感情跟自己的家庭 綁在一起的 然後呢 這個 是他大縣的夫妻功 那有上過老師課的人 就會知道說 我們把夫妻功的對功 可以當成是他老公的想法 跟老公的狀態 那我們看到他對功這個位 夫妻功的對功 就是他大縣的官路工 這個位置 是不是走個擠 這是他老公的想法 擠造成誰畫忌 擠舞灘娘曲 造成文曲畫忌 他的老公 衝了一個文曲忌過來在這邊 讓他在情感上面 不知道該要做什麼樣的取捨 所以他在那樣子的情況之下呢 他其實是 對於自己要去創業是很猶豫的 因此他才會想說 那不然我開一間店 然後我已經帶小孩 然後老公回來看得到 可是實際上這根本沒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為什麼 開一間店窩在那邊啊 怎麼能夠去應付 連鎮跟破均 怎麼能夠去應付 這邊有路 然後怎麼能夠去應付 舞灘的想法 舞灘是要出去跑的嘛 對不對 那那個時候我會 這樣建議他呢 是因為啊 我們有在看影片的時候 你就會聽到老是講過一件 很重要的觀念 叫做入水忌走 畫入的地方 或去填補畫忌的地方 他的老公對他去做這些事情 在情感上是有些遲疑的 然後他們之間呢 也會有一些紛爭 可是你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顆露存在這裡 這個露存其實會來補這個文曲的忌 表示啊 只要他出去做 而他把事業做好了 他跟他老公 其實有機會可以一起做生意 所以我那時候 他會慢慢的鼓勵他說 你呢 就努力去做 然後呢 只要你把事業做起來了 拉著老公一起來 或者是當你事業穩定了 那你們的感情自動 就會變好了 夫妻宮裡面啊 帶了路帶了記 其實是最好的狀態 因為 又覺得空缺 需要他 然後呢 又會彼此願意給予對方 最大的溫暖跟最大的好處 那也是因為這樣子呢 所以 在當年來諮詢的時候呢 我就很努力的告訴他說 沒關係你就趕快去 不要去開什麼小小的店 那個解決不了問題 家裡既然有事業 那就直接回去接家裡的事業 老師也是多年的做食品業 所以我自己也知道說啊 他做那個行業啊 需要很多的創意 然後需要很多的想法 有創意有想法 再加上有些基礎 然後再加上他一些堅持 就可以有很好的發揮 他的堅持在哪裡 這邊有顆天行星 他在工作上面 會有很多的 自己的堅持 跟不願意放棄 果然的 那個 他在這個運線裡面呢 在短短幾年之內 就做得 相當不錯 聽到影片了 如果想要買東西的 那個好吃的筍絲 你知道嗎 我們在影片後面啊 會連上他們的部落格 一樣我們會那個 順便幫大家拗一些啊 按讚分享 跟有按小鈴鐺的 我們會有抽獎的產品 今天謝謝你來 參加我們的訪問 謝謝 我好希望我們人生 只有那種多個內容 真的嗎 我真的喜歡帶小孩子 我幫你從江嶺祖部 推成老闆 對 推手 我要損失跟花生 他追一次聚 可以一次開一包來吃 誇張耶